來 開趴 大家好 我是晴依 今天要開的是 遠離崩壞趴 這個禮拜很多人說 我的世界都要崩壞了 首先我們看到演藝圈 傳出了說這個劇情 劉文正好像先走一步了 讓很多影迷是淚都流乾了 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搞了半天 這根本是一個烏龍的訊息 另一方面來看 投資市場很多小白也哀嚎說 我的長線之神 長線的偶像巴菲特 怎麼也變了呢 為什麼巴菲特 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大幅砍倉台積電 高達86%的幅度呢 到底是巴菲特變了 還是我們根本不了解 巴菲特呢 這裡面的Mega在哪裡 你手中的存股該怎麼辦 要跟著一起賣嗎 當時跟著一起買 現在又該如何是好呢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 這一個禮拜我們看到 巴菲特行情滑鐵爐 不過另外一個自己舊的行情 要起飛了嗎 很多的政策概念股開始發動 真的可以一起跟進嗎 我們今天仔細的來討論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陽光區 萬寶週刊總編輯 莊德賢歡迎 鄭卿 清理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 有明哥歡迎 清理來賓 大家好 古怪教授 陳彥歡迎 清理好 大家好 這邊有陽光當然就有陰影 陰影區 淡大財經系老師 聶老師歡迎 清理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也算是巴菲特的信徒 我們純古達人 碧卡胡歡迎 清理 大家好 我首先要暫時澄清 我們在看YouTube的時候 看到這些廣告 都不是我下的廣告 我財經儀絕對不會去加大家的LINE 這座詐騙集團 連接被盜用的影片 連到假的網頁還有假的LINE 不要再受騙上當了 趕快再澄清一下 因為每天都有人問我真的滿累的 妳這段澄清又會被揭露 她又會在哪去用 是這樣子嗎 反正就是不會加妳的LINE就對了 看到我加LINE通通都是假的 很好分辨 我們先來回頭來看 我知道這禮拜大家非常地傷心 說怎麼會這樣子 好爆的台積電爆這麼久 是因為巴菲特買進了 我們來看 但最近重量級機構都在賣台積電 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巴菲特 波克夏 竟然狂賣了86% 另外這個對沖基金 老虎全球管理也賣了130萬持股 紐約這個退休基金 美國第三大解碼幅度也是超過16% 摩根大通 貝萊德都出托400萬的持股 大家賣賣賣 我想先問我們現場來賓 好不容易大家對台積電 最近覺得 開始覺得台積電起來了 現在大家都在賣 小白們或一些純股族 要不要跟進 YES OR NO 要不要跟著賣 大人都走了 這一區都不要 不要 就聶老師要 我們一個一個來聽聽看不同的理由 剛剛看到這個圖 一定很多人的眼睛夜障都中 對啊 而且這個巴菲特是在情人節傳出來的 但我們都懷疑了 這是不是恐怖情人 在世界上沒有愛情 沒有人相信了 巴菲特都會變了 還有誰可以相信 但是仔細來看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大家真的要看得懂 大家來看 這是不分短線長線當東西都在賣 對 我喜歡舉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第一個例子 因為當時我也想過了很多 我想問 烏爾戰爭 烏克蘭是全世界最大的糧食製造廠商 如果現在烏克蘭有一家食品股 股價只等一比之下一倍 你敢不敢去買 我問大家 你現在敢不敢去買 我想絕大部分不敢去買 那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就很多國家的人覺得 又來了 現在台灣的國家風險非常的大 那你不能怪人家有什麼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他買的時候就知道有這個問題 到第四季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我們到第四季的時候 這個風險性的時候 非常 身高的非常多 然後再下來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巴菲特的玄骨一個習慣 我把巴菲特當一個美食評論家好了 他如果今天要吃一個牛肉 他發現什麼 原來是辣的牛肉 原來是公飽牛肉 結果他發現他不吃辣 所以他把這個牛肉退回去了 那你說這個牛肉好不好吃 其實只是因為他不吃辣 OK 好 那通常的 到底為何巴菲特為什麼不吃辣 這個辣的意思有兩個 第一個是巴菲特為什麼 我們以前不選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的波動很大 他說他不懂 一直到蘋果 他唯一買了 因為他把蘋果當消費股買 他不是把它當成電子股買 可是當買到台積電的時候 他發現的確 第一個道理是什麼 台積電也是有產業波動的 我們發現台積電的確在今年會比較失落 第二個還是在風險上面 我們知道國家性的風險是零跟一的問題 這不是說我今天投資下來 可能有10%的賠償 就像今天Tesla從400跌到100跌了75% Tesla依然存在 可是就這些退休基金而已 就巴菲特來講 這是零跟一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現在我把時間拉長到 例如說現在是四月公佈第一季的持股 然後現在各大機構都在賣台積電 我跟你說我覺得你要跟著賣 但是為什麼現在我不覺得 因為Q3到Q4這些機構根本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不管當中金 為什麼要不急著賣 而且在基本上根本沒有改變的地方 為什麼要不急著賣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不能玩零跟一的遊戲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強調 當然如果你自己也覺得 台灣的系統性風險很高 那根本連台股都不要投資了 如果你的台積電都不敢投資 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風險 他們是海外的一個基金 他們想的是零跟一的問題 如果你想想看 我就說過 如果你敢買烏克蘭本益比兩倍的糧食股 那你去賣賣看 所以主要不是經濟的問題 好 游民哥你也覺得不用賣 你看到什麼 好 第一個部分 我認識有很多的投資人 這一波確實是因為11月份的時候 巴菲特來買 進去買的 我不知道他們這幾天有沒有把 巴菲特的那些書都燒掉 對 那他們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反正台灣的靠山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的靠山就是巴菲特 所以你現在要前線打仗 你的援軍突然撤了 所以你這個賬到底要不要打 那我的解讀是這樣 第一個 如果你去看 因為雖然市場上有幾個版本 就是說可能台積電 可能巴菲特買台積電 ADR的一個價錢 如果按照去年第三季 應該是落在差不多75.16到68左右 然後賣的價錢第四季的話 我認為這個平台80塊應該是他們賣 而且是很多家在賣 我們先來看 如果以一個投顧老師的立場來講的話 這個也不是很神的操作 對不對 你也沒有買在相對低 你又沒有賣在相對高 你賣完了之後還漲三成 所以這種事情要不要跟 大家就見仁見智 第二個部分的話 今天不是只有巴菲特的波克夏基金 在賣 今天各位剛剛器念了一堆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基本上只有 這個波克夏基金在賣的話 我會比較怕 但是如果那麼多人在賣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做利多解讀 利多解讀 應該是要利多解讀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裡不分短長 剛剛正行有講過 不分短 不分長 都在賣 那基本上就是你第四季的氛圍差 就是當時的氛圍讓你覺得 你看不到第一季的狀況會很好 那是華爾街日報在想台灣多危險 對 包含說你可能生息的狀況 你根本搞不定 然後明年又有什麼輕庫存 然後企業財源的10萬 那種氣氛之下的話 有賺為什麼不跑 甚至小賺也要跑 然後再來的話 各位有沒有看 喬水基金其實也在賣 超微美光跟輝打 我的意思是認為 你台積電 如果單賣你台積電 那我還可以很勉強地去解釋 你真的是可能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半導體都在賣 那我就覺得你就是擔心庫存 那個是市場氣氛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好 那現在最後回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你賣完了之後 股價是漲還跌 你賣完股價是漲 這麼多人都在賣 結果股價是漲的 台積電出來的一月營收 是史上最強的2000億 所以我的一個看法是 你要反向去做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台積電都嘎到他們了 對 現在就是一個頂尖對決 這個頂尖對決的話 這邊賣2億 這邊賣1000多億的台幣 我算出來 然後這邊買了2億 這兩個大概差了 差不多650倍 但是你覺得誰比較懂台積電 所以這個叫藏的最明顯的秘密 這個叫頂尖對決 OK 所以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不用賣 OK 很好 陳彥 其實以我跟巴菲特的交情 誰 不深 不深 所以我覺得 嚇回調 其實也很難到底 要去思考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像我自己覺得說 我們很多的觀眾 其實宗愛台積電 其實定期訂額 我覺得就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你又不是買多 你就定期訂額 當然很多人會在意 定期訂額的手續費 像元大證券台股 定期訂額投資 他單筆的手續費 只要一個銅板 如果是這樣 你的成本 你的手續費的成本又低 然後又能夠滿足你定期訂額購買 去分散這個風險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那個是 財力雄厚的人在想的事情 我們這種吃排骨飯的 我覺得我就定期訂額就好了 OK 巨額有那麼多可以賣 一般人就覺得定期訂額 繼續買就對了 OK 好 我一定要問一下聶老師 你唯一現場說應該要賣的 那個 我必須先講一下 我自己在因為台積電的事情 我有進場 那我當然後來也有出場 我出場的進場 出場的試點非常漂亮 那個朋友就來的 這個我們所謂的 美國的晶片 8月9號就簽了晶片法案 到了晶片 10月的時候又變晶片禁令 這個時候 他正好是他買進的時間 因為風險很高 全球真正的投資家 都知道是低點了 他會買進 但他沒有買到最低點 真正最近在10月20 我到371 我就在破了400字下 我說這還會下降 下降我就要去減 不可能在最低的B我要進場 結果運氣真好 結果到快500 我有賣第一批 第二批是在開春之後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我的想法 那當然我的學員如果有聽 我就因為晶片禁令 他們的課了 也就是在開春之後 突然外資大送紅包 突然還記得 我們講台股都大漲 他今天突然就通報了540幾 對不對 我就丟了530幾 想說定一個數字 把它賣掉 那為什麼想賣 這次開春的答案 只有一個很簡單 我擔心巴菲特已經賣了 我不會騙你 因為還沒快公布之前 我說我不賣 他如果一出來 如果跌了 會影響市場 你是想法很特別 因為大家都覺得巴菲特 是一抱抱很久的 我跟你講 他是長期投資 我說價錢投資 誰教你的 教個書嗎 你去看按牌體出牌 請打聶天忠再按牌體出牌 去看以前的美軍 在德國怎麼會被戰死 只有不按牌體出牌的人 全部打勝了 所以你絕對不能按牌體出牌 巴菲特有沒有騙你 我說巴菲特 不要被巴菲特騙了 但是因為股市如潮水 有高有低 有漲有跌 巴菲特也會玩這一套 他不是一個僵化的人 他是一個投資智慧的人 不是他騙你 是教科書把你騙了 只因為巴菲特 曾經講過一句話 教科書不斷引用那句話 告訴全市民 所有的人都相信那句話 我跟你講 我那天都不會相信 我相信他是一個聰明人 我如果講一句話 你幫我永遠鎖定那句話 我會很害怕 我其實不是那種人 但是我就讓你相信這種人 我可能還可以用這個 來炒作市場 所以剛剛說很多人在燒書 被教科書 被一些書給騙了 巴菲特沒有安排你出牌 我們來看一下巴菲特追隨者 畢卡虎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是巴菲特 忠實信徒的巴菲特 可是在巴菲特 但是就不要跟他賣 巴菲特在宣布他買 台積電之前 我就已經把台積電買滿了 所以去年是接下跌的刀 接到手軟 所以即使巴菲特 第四季反手賣出 我覺得我也不會因為他的出清 為什麼 但你有想到他會賣嗎 沒有想到 我認為他應該會加碼買進 我甚至認為他會變成 前五大持股 不過我覺得這不影響 為什麼 我們學習巴菲特是學習 他說 巴菲特說什麼 投資就像談戀愛 你有沒有一點生氣 有 請你安蓋在心裡 要誠實 是嗎 粉絲也會這樣 對 讓我們心碎滿地 可是他說投資就像談戀愛 我們是學習他談戀愛的方法 不是跟他追同一個女朋友 或是娶同一個老婆 所以我們看 巴菲特為什麼要賣台積電 其實我們要看他 去年第四季的整體操作 才不會見數不見臨 所以他去年第四季的話 基本上是賣大於買 賣了100億美金 他整個股票大概3000億美金 他主要做3件事 賣台積電40億 賣銀行40多億 賣比亞迪10多億 其實你看他賣台積電的話 其實他影響持股比例 只有1.3%而已 所以其實對巴菲特的投資績 就是無關痛癢 另外的話因為他需要賣出股票 所以這也是非戰之罪 因為他覺得不要節外生枝 不要擴大戰局 另外的話其實就 他對台積電的信念 沒有他對蘋果的信念 大概只有他的10分之1而已 所以就像剛剛總編講的 第四季台灣的兵凶戰危 其實歐美人是比我們緊張10倍百倍 所以他就乾脆直接放生 不繼續加把他買進 所以他為什麼會賣股票呢 主要就是有這四個理由 剛好對應我們剛剛前面的三點 自己看錯的就是 對於台積電來講的話 他認為他對台積電的了解 有不夠深入 你覺得這是第一個 是他看錯台積電 對 他覺得他自己認識不深 比如說他2018年也賣過甲骨文 也是第三季買第四季又賣掉 20多億 因為他覺得甲骨文這種軟體 他覺得他是個好公司 可是他對他不熟 所以他就不要不熟 不裝熟直接放生 那公司變壞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賣兩家銀行股 美國合縱銀行和紐約美容銀行 就覺得後面通膨的環境 升息的環境的話 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變差 所以他就把銀行股減碼 那另外股價要 股價要收貴的話就是比亞迪 比亞迪他其實抱了14年 那我們一般人 賺了十幾二十八就很高興了 賺個兩倍三倍 我們就歡天喜利了 比亞迪你知道他賺幾倍嗎 賺了二 三十倍 所以他賣的是理所當然的 另外一點的話 第四季他沒有看到什麼 更好的投資標的 所以沒有新增的個股 這也是滿特別的 OK 所以你覺得他就是自己覺得看錯 對 台積電 沒錯 這一次波克下持股出現哪些變化 你覺得他們在想什麼 我們可以參考的 巴菲特前十大持股的話可以看出來 前五 五大持股就幾乎不會動 像蘋果 美國銀行 雪佛龍 可口可樂和美國運通 所以重點不是巴菲特賣或買了什麼 而是中會 巴菲特前五大持股都 都一樣 報警處理 不過我們還是要幫巴菲特平反一下 巴菲特說的 如果你不想報一檔個股十年的話 你連十分鐘不要持有 這不是他講的 對 他講的不是說所有的股票一視同仁 我們可以看 可口可樂他報了34年 賺了二 三十倍 對 這是真的 美國運通他也報了28年 也是賺了十幾倍 你覺得 像比亞迪我們剛才講的 報了12年賺了二 三十倍 你覺得他蘋果會不會報超過十年 有可能 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就少數他看錯的 可能會很快改變 沒錯 但你覺得他這一次做對了嗎 我覺得他是錯失良心 這真的很可惜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即使他賣掉台積電 佔他的投資部位不到1% 所以他股神的皇冠上面 不缺這一顆正珠 我們看起來覺得事情很大 但他就是一個小小的配置 對 他來講芝麻範粒而已 對我們來講 小蛋糕而已 驚天動地 你的台積電是什麼操作的 台積電我就 從2020 剛好那時候新外疫情說來買進 大概 8523的時候 大盤低點的時候你買的 對 大概300多買進 280買到300多 可是到了 去年的話有稍微 減碼一點 虛線是有賣的意思 賣一點 比如說 我有個10張賣個一兩張 可是我到去年的話 就真的是加好加滿 不但用現金買進 而且還換股操作 把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股票 全部換你台積電 在他到四字頭的時候 對 到了三字頭的時候 我就把我一公斤的黃金 賣掉再來買台積電 賣黃金買台積電 很有信心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就變成我的最大持股 不過基本上的話 就是虛線你530又賣一次 530這附近 如果看到比較好的投資標的的話 可能會做一些轉換 或是我可能也會 稍微買一些債券 為什麼 年紀越大 膽子越小 你不會想等待台積電 再回到688 甚至上千元嗎 會 所以我會持股續爆 可是重點 就像巴菲特的蘋果 不會一股不賣 還是會視路的調節 比如說我有幾十張台積電 我可能賣掉幾張 類似這樣 OK 好 謝謝 謝謝 跟大家分享 看到好的標電 因為你夠了解它 你就敢報酒 然後這個可以重壓 好 但是這個前決條件 當然是你要夠了解這家公司 鄭兄 我們一起來看 你每年都拜訪幾百家公司 你到底覺得 包括我們台積電 是我們的護國神山群 我們台灣核心價值特色在哪邊 你看國外這麼擔心我們 台灣已經變成護國神山 變成護國群山 這個群山來看的話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 制勝的競爭力 台積電來看 當然今天連萌哥都幫他講話了 我想我不用再講 地表上最強半導體 地表上最強 下樣我講的 都可能是地表上最強的 在他們單一產業裡面 台灣就台達電 台達電是台灣綠電的制定 現在都要講綠電 然後都要講綠能 但是他不會買台電 因為台電有政策 但誰跟台電結合得最好 你今天不想要賣綠電 要建綠電 你不管是要售電 你不管是要儲能 你要做任何事 你都幾乎跟台達電息息相關 所以可以看到 我跟你講去年一整年 台達電幾乎沒有電 你把客線打出來 台灣唯一沒有電的 前五十大選手就是台達電 那我認為在外的世界裡面 台達電會更加確定 他是台灣綠能規格的 一個制定者 那這種股票 剛剛我就說到一些 好重點 這種股票很多人 不會漲了 對 真的 他真的不會 他真的很難在短期漲一倍 他真的也很難在短期漲兩倍 但是你敢抱著稅 你敢抱著買 你敢真的抱著他買20% 賺30% 你都不會覺得 我要趕快賣掉 另外一場我這邊講過很多次叫國巨 那很多人講說 國巨的貨幣 就被他嚇到了 大概已經在千元以前 我跟大家說過 國巨在把國際的車用 軍工用併購以後 他現在車用跟軍工在70% 我誠實地說 國巨現在產能利用率不到80% 但是過去他要產能利用100% 要非常黃 價在一個黃他才能賺50塊 他現在產能利用率70到80 他就可以賺50塊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車用軍規用的新王者了 而且他越來越好 但這個時候大家會變成什麼 真的已經抱著放 台灣還有另外一個很讓大家滿意的 也很容易比美國更容易翻倍 美國容易翻倍是用什麼技巧 分拆 價格一早上就用分拆 然後你覺得 一回來又倍數獲利 台灣的好處是什麼 台灣配罰高股息殖利率 這些公司配完股息了 你睡個兩三年發現股價好像沒漲錯了 你已經領了30%的股息回來了 所以莫名其妙都在幫你累積財富 我想這些公司來講 如果你去台積電 你想跟著巴菲菲的講路賣台積電 那算了 那你換這兩家 我認為也都是台灣 具有長期競爭力 而且不比他們競爭力還差的公司 那價格的時間點呢 價格這種公司不用考慮了 OK 重點還是在於它的價值 好 我們待會兒來看 那麼國際資金不斷地流動 那台股的資金現在流向何方呢 馬上回來 清清五年之後 這個行情真的是動如脫脫 什麼都在漲 到底現在這個資金潮會怎麼走呢 巴菲特都走了 我們來看看有明哥 現在的 我們的盤內的資金怎麼管 好 今天的節目很好 因為是價值跟投機這個旗飛 然後穩健跟噴出一色 所以今天有穩健的標的 然後也會有整個市場上 現在比較熱的方向 市場上的熱錢流動的邏輯跟路徑 我講給大家聽 第一個 只要確定台積電 不要連續漲 我們不是說它不會漲 對 不要連續漲 熱錢就會往中小行谷流竄 第二個 中小行谷分三種 成佛 成妖 成魔 八成的熱錢對那種佛系的中小行谷 是沒有耐心的 所以越妖越魔就越有人氣 再來怎麼樣一念成妖或一念成魔 有三無原則 第一個原則的話叫無疑 就是不會懷疑的大趨勢跟新趨勢 等一下我們會說 第二個無度 就沒有辦法去度量的商機 第三個叫無名 就像我們之前看的那部電影叫Nobody 對不對 不熟悉 不認得 不認同 越有養空跟軋空的機會 所以要抱著無疑無度 無名就會遇到妖魔就會漲 對 今年就是這樣的特色 在現在當然大家都認識 有一些股票 去年底之前 各位認識雷虎嗎 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認識巨友嗎 再不然你多久沒有看資通了 所以我今天要講 這個就是中小行谷的一個邏輯 如果以這個邏輯的話 既然有了軍工 有了這些AI或者是有了資安的話 下一個是什麼 我們先來講講看 未來有沒有一些 不會被顛破的大趨勢跟新趨勢 過年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你去看到中國那邊 比如說在高速公路的充電站 大打出手 為什麼 因為路上不會堵 排隊4小時 充電1小時 花了16個小時才回家 所以我們在講充電樁的時候 我一直要跟各位來講 那個叫1.0版 1.0版的話就是台灣沒有充電樁 所以我們要廣設充電樁 現在中國大陸有不少的充電樁 但是現在的2.0版是 我不是只要你充電樁 我要快充 因為我充太久沒有意義 對不對 而且我要能夠在路上 趕快充的 趕快跑的 然後剩下的我回家再充 至少我可以緊急救援的 所以現在回頭我們來去看 電的一個工學 比如說電壓乘以電流等於功率 現在我們把所有電動車的規格表 我們把它抓出來 最低的功率是多少 77 這個是韓代的Kona 然後最高的是什麼 就是Porsche的Tycon 270 現在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充電樁 而且是快充 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提供270以上功率的 千瓦的這樣的一個 似乎就夠用了 但現在很少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充電桩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講 為什麼一定要260 250 350 360這個千瓦 因為這樣子的話 自用車只要充5分鐘就可以充飽 電動大巴士的話15分鐘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趨勢來看的話 我們就舉現在已經出來的 這個民營企業在做的一個 在台南的運農路 有一個叫U-Power 這個它是兩個大的電櫃 360千瓦的一個電櫃 一個是1對4 一個是1對2 兩個加起來就可以充到720k瓦 720k瓦看你是要配幾台車去 你一台車你就是360 兩台車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是180 180 然後它同時可以6台車一起充 6台車一起充的時候 再加上這個所謂CCS2 就是我們的歐歸美歸 這樣的一個雙翼冷槍 大概就是180 180 然後如果其餘四個就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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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回頭我們要去看 如果各位認為這是一個趨勢的話 那現在我們就要去想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而不是只有在像以前一樣 我們只是在做充電裝 而是我真的要能夠跨入到 快充的商機 OK 我們這個禮拜想到電動車 游民哥你覺得電動車還有戲唱 還有戲 但是我今天把它焦點 著重在什麼 就是快充這一塊 我覺得台灣有一些的公司 真的可以去組成湘北隊 這個就是我最近去看的 《灌籃高手2》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回憶 然後 怎麼樣台灣的國家隊也好 湘北隊也好 能夠全國自... 一定要說不認識湘北隊 能夠全國自霸 第一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不用講 正前有特別提到的 台達電 它就是赤木鋼線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中芯電 就是流川鋒 又能切又能射 骨架都長成這樣 你會懷疑他嗎 不會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華城就是三井獸 我希望他以後的骨架 就跟三井獸射三分球一樣 有機會三位數 但我們今天都不介紹這些 因為以前都介紹過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 大家比較不熟的 因為這一次 《灌籃高手2》 他是拍一個後衛工程良田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熟釋店 對 我認為他有機會 來當一次主角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更不要講櫻木花道 櫻木花道滿滿的天賦 但是是一個門外漢 我們來看看目前不起眼的 未來是不是有潛力的飛鴻 所以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釋店的一個部分 釋店是這樣 在禮拜三的時候出了一則消息 就是和泰集團攜手釋店跟企鵝行 來去做快充的商機 他們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沖霸 沖霸這家公司 和泰集團大概出40% 然後汽車出10% 然後和泰的電能 和潤電能出至30% 各位要知道 Iran的是在和泰裡面 所以整個結合未來的Iran 再加上快充的一個商機 再來釋店出20% 未來2024年的時候 營收比重要把它拉到四成 再來的話就是企鵝行 企鵝行是國內唯一有 兩輪四輪八輪 電動車充電樁的 這三家公司 幾乎是強強強合併 成立了這一家公司之後 他們預計 這是他們的一個想法 未來要拿到電動樁 大概五年之內 台灣全台的充電樁 五成的市占率 而且要用智慧電網的一個方式 從居家辦公等都要去連結 當然我覺得台灣的五成 沒有很厲害 如果全世界的五成 那就很厲害 當然不可能 那麼多家在競爭的時候 我們看企鵝行 因為它主要就是怎麼樣 它接到了350千瓦 這樣的一個快充單子 而且接了三年的大訂單 接了三年的一個大訂單 交給市電來代工 然後這筆大訂單 大概要出9000支的充電樁 每一支大概新台幣 200到300萬 所以這筆訂單的金額 是180到200億 現在企鵝行是交給市電來代工 所以市電在沒有這個消息之前 其他的股價溫溫的 就跟一個不起眼的工程良田一樣 但是現在這個股價上去 整個成交量也就出來 各位可能會用EPS的角度去看它 我跟各位講暫時先不用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 我也估不出來 巨油到底賺多少錢 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過的飛鴻 飛鴻我上次有一個重點 我沒講到就是Share Share的話就是殼牌 我們說過賣電 現在是比賣油更賺 以殼牌的角度來講 因為它在2021年中 被國際海藥法庭來判 它說你要對全世界的氣候來負責 就是因為你是污染者 所以它必須要2030年的排範 要比2019年至少減少45% 它現在就已經開始在去做充電樁 而不斷的在英國去做 而且它放棄了它英國油田的計畫 放棄了那麼多錢 它就是要改變企業形象 所以它現在在做的東西 它國際大概有五大夥伴 其中中國的話 我們不要講美國 美國那個大家可能不認識 瑞典就是AB 然後中國就是未來 台灣就是飛鴻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Share的股價 是創了這三年半以來的新高 比剛剛那個愛克森美孚石油更強 飛鴻最近已經開始有點出量 然後台泥也結合它 東元也結合它 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這邊有一條下降壓力線 如果這個過的話 周線會整個轉槍 就會有波段的機會 OK 大家可以再繼續觀察了 謝謝永明哥 另外來看 鄭賢說我們現在不要看外國人的臉色 自己的股票 自己救 政策概念股 連最老實的巴菲特 都變成恐怖情人了 所以外國人不能相信 只好靠我們自己自立自強有信心 這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政策 因為台灣的政策不會改變 而且台灣的政策 會由中台灣的廠商 自己獲得這樣的一個訂單 第一個 內需消費 為什麼內需消費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我們知道 6000元快到手了 我今天看網路 這個我們不幫人打廣告 某豪華酒店就已經在規劃 6000元方案了 所以說這個不管是飯店 餐飲的確會越來越好 而且圓越營收你知道嗎 只有22家創新高 11家是內需消費 大家拿到這個錢繼續往這裡走 那我說過 賣賣賣賣 復仇者聯盟 這些人就是回到109年 他們正常的位置 本來這些消費股 我們本益比就高 因為他們收限 沒有什麼存貨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他們還有繼續攻擊的實力 另外一個就是港澳自由行 這個當然就比較偏題材了 因為只有開放港澳還沒有錄 所以老實說這個比較體態 他們會帶動什麼呢 我喜歡找指標股 為什麼 很多人喜歡找落後不張股 那我告訴你 指標股不漲 落後不張股不會漲 台灣內區的指標就是寶雅 那時候寶雅已經很貴了 當然你就把它當指標看 它能繼續創新高 內區股就會繼續漲 而且寶雅還有一個特色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過去大家只找寶雅 寶雅 寶雅 但寶雅現在出了第二品牌 這個第二品牌正在醞釀 準備裝第二個寶雅 那這主要是以一些生活雜貨 其他的用品為主 那叫寶雅 我們希望它能夠越來越好 那再下來 雲品是我們觀光飯店的指標 我們現在都漲賬怎麼買 等下我再漲一個 所以我我想講的是這一個 但你表面上看起來是272 然後整個都長這樣 你們知道以前瓦城的股票 都是30百 它比較起它過去的股價 它是低的 所以它要回去什麼 它要回去它當年的獲利 就有這個本益比 所以比較起來 王品已經創了長期的新高了 那剛才庆宜也講 雲品怎麼買 是 那我覺得像瓦城這樣子一個公司 你就會發現它越來越好 而且它雲也創了新高 好 那再來第二個政策是什麼 這不用我想 剛剛 連我們都已經講出了 這個灌籃高手的五強 當初我還記得 庆宜在這個時候 也跟我講一樣的話 對 漲到這邊了怎麼買 帶創新高 指標股不漲 其他人怎麼漲 那當然我知道有些人還是喜歡買低價的 上一次 那就是要有指標 這叫雲爆能源 然後另外 它即將掛牌在108 為什麼 我一刀取指標股 因為指標股往上漲 其他人才能跟著漲 好 那這張股票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 叫1609的大雅 因為它有創能 有輸能 有綠能 而且投信才剛剛下去 剛剛才下去買 那如果這個指標股 就像你的個性跟企業一樣 覺得位置太高的 不敢買 那你就買位置低了 好 那再來就是國建國造 國基國造 那國建國造跟國基國造的特色是什麼 為什麼 最近一直在講 哇 大家看到這個斜率是相當相當的可怕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的 很抱歉 不是叫你去買這些公司 反而要叫你小心 因為你看 不管是長榮航太跟隆德造船 最近都漲很多 他們特色是什麼 他們都是新貴股 即將掛牌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他們即將掛牌 這股價漲上去的時候 請你不要去新貴追他們 而去參與他們的抽籤 因為這些公司來看的話 例如長榮航太 他長期的跟波音的合作 我們都知道最近航太付出非常的快 但是漲很多了 你就不要再在現貨價買了 我建議大家去參與抽籤 一樣 榮德造船最近因為 等很多了 我建議你去參與他的抽籤 因為他要抽籤來看的話 第一 抽到的話 大概就 對大家又添加了一個紅包 第二 你抽籤的話 你買的價格大概就在這裡 OK 那時候就相對的安全 OK 謝謝政協 不同的階段 操作的方式不一樣 給大家做參考 重點還是看股票的價值 而不在於它的價格 到底股票跟債券要如何來投資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總理性今天我們來關心 美國剛剛公布1月份的CPI 年增率是6.4% 比大家原來預期的6.2% 再高了一點點 當然還是因為有一些物價居高不效 包括了能源 包括了這些房租等等的 也包括交通運輸等等的 好 我們念老師一起來看 這時候這個通膨要怎麼解讀 通膨有機會死灰復燃嗎 大家想說通膨應該要緩和許多 但是看到數字沒有大家預期的這麼的好 這個我們實際上 我們把它抽出撥檢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講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從CPI的月增率到CPI的年增率 這裡面從11柱形你會發現10微微的漲 人員這次漲得非常多 各位看到月增率 從這個上個月的是下降 這個月卻漲了1.97 這是人員部分 當然也又影響到我們車的部分 你看二手車新車 實際上我們再講新車的銷售這邊也是漲了0.23 我們的房屋你看房屋交通都比去年上個月都漲了 所以11柱形你會感覺兜兜微微的有漲 而且這個漲的也比我們預期高了一點 當然這個市場就呈現了一個不太好的訊息 如果這個預期每一次的我們的數字一出現 如果高於預期的話 那表示這個市場不妙 那當然就會給我們講的Fed會一把槍 這個鷹派的一把槍認為說 或者歌聲會轉成稍微音聲一下 就會有一些再升息的這種機會 所以但一旦升息對整個市場 尤其我們的投資市場就不是好消息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繼續觀望 下一波那麼的利息的走勢 不過當然很清楚的 現在利息的水油在我的看來 其實它已經高到了一定 但是在現在還太高的通膨之下 還是會再升息兩碼左右 讓我們的水通膨會慢慢下緩 OK 謝謝聶老師 不過現在這個市場就多方解讀 大家也覺得說通膨雖然還是在高檔 但是已經變得比較緩和了 升息力道也是比大家原來預期的趨緩一些 所以我們說今年非常特別 今年是財富重分配的一年 股票有機會 那麼當然這個債券在相對一個 很多年沒有出現一個低點 這個今年股票跟債券都有可以操作的空間 所以我們常討論說股票可以賺 債券也可以賺 兩邊都要賺有什麼樣的機會跟方法 股票市場跟債券市場 是大家一直在思考 我能不能兩邊兼顧 我覺得今年為什麼是一個好時機 我帶各位來分享一下 剛才聶老師講到的通膨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這一次升息上來以後 我們發現就是說大家去評估整個聯準會升息的機率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 你知道 其實現階段對整個市場來講 雖然說這一次6.4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我們去看整個升息的一個力道 其實從機率來看 其實上半年應該就到頂 到頂 那如果升息到頂的話 第一個對股市負面的衝擊的因素慢慢減少 所以是不是可以投資股票 沒錯啊 好 但另外一個去年也被罵很慘 買債券的 本來不是說避險嗎 跌得很慘 這個報酬率既然負15% 可是今年也同時是一個投資債券的好機會 因為畢竟升息觸頂了 之前欠的今年都要來還了 今年絕對都會來還 當然這個當中你就會去思考說 那我怎麼投 我要投資股票 要投資債券 其實我覺得平衡式的配置是非常好 就是小孩子才做選擇 兩邊都可以配 沒錯 你這句話接得好 當然我可以自己買股票自己買債券 或是說透過專業的部位 來做平衡 我覺得這好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思維 你知道嗎 其實債券的報酬率長期來看 一定是比股票來的少 那如果我現在去投資債券 有人說股票很會選 怎麼選都賠錢 那還不用買債券 我以為你說很會選 怎麼買 怎麼賺錢 但是當景氣越來越好的時候 請問一下 股票的部位是不是應該要拉高 這個時候我又要逐漸拉高部位 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等一下我再教各位方法 但第一個你要記得一件事 股債現在都要 但是未來你還要逐步的 慢慢的拉高你的股票部位 開始有降息期待的時候 我現在先放一些在債券 但是未來你要慢慢的拉高你股票部位 好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認為是軟著陸 著陸的過程中 我們認為軟是比硬來的好一點 因為至少對整個股市的衝擊會比較小 那如果是軟著陸 代表經濟還是有衰退的可能性對不對 那如果經濟有衰退可能性的情況下 請問一下股票跟債券 如果我們去買一些 軟著陸風險就低很多了 對 我去買一些評級比較低的 比如說高收益債 我們現在都比較高收益債 現在叫非投資等級債券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面臨一些 在著陸過程中的一些風險 所以為什麼要高評級的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你現階段在投資 你第二個要特別注意的 那另外一個 平等很重要 對 就是說它的成長力道如何 其實現階段大家一定會更看重 未來景氣恢復的時候你的成長力道 而且你跟著景氣連動的一個能力 這個很重要 要不要說就像你剛才講 怎麼選都選到錯了 對不對 然後結果就說你怎麼那麼笨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是這麼笨 我會嫁給你嗎 好 對不對 再來我覺得 你是常常聽到這一句 沒有 我今天節目第一次講 再來多元佈局很重要 盡量要去分散產業跟標的的配置 你才能降低這個波動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當然更重要的事情是 結構性成長的企業 我覺得龍頭企業 譬如說科技 能源這一塊 當然在這當中 其實我最近也有關注到一個 就是元大的全球優質 龍頭的平衡基金 其實就有一點符合 我們這樣的一個味道 OK 就是這些都堅固的 那為什麼說股在現在 都可能是一個比較好進場的時間 有人在等說還沒有降息 是不是等降息在出手 會買在最低點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一件事就是 升息到頂對不對 對 債券的價格跟利率是相反的 其實這個聶老師在這 有些太學歷的東西 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也是他的學生 重點在哪裡 你看這個地方是到頂的 升息到頂 我們看這幾個地方 我黑色這個就是升息到頂 然後接著就開始降息了 可是債券的殖利率 其實在還沒有開始降息之前 其實它已經開始掉了 就先掉 它已經開始掉了 這個邏輯是什麼 大家已經預期未來會降息 即便它沒有 可能大家預期年底或明年 可是實際上債券的價格已經 殖利率一開始往下掉 代表債券的價格已經到低點 如果我另外畫出一個 債券價格的線圖的話 實際上這裡就是低點 所以預期未來應該會上漲 我們證明給大家看 你看這個美國公債 投資等級債對不對 好在這8個2000年升息結束 還沒有降息之前 這個過程是8個月 一個漲幅9.8一個8.9 2006到2007這15個月當中 一個漲了9.3一個7.8 2018到2019這7個月當中 一個5.7一個9.5 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我能夠提早 在這個時間點 先去卡位債券的話 按照過去的經驗 8%高10% 這個報酬率是相當好的 那當然你剛才在講說 可是這裡又產生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債券的時間點 我們好像可以抓得很清楚 對不對 可是股票我覺得難抓 跟人心一樣 難測 其實具體時間點 正在市場上很不容易 沒錯 女人心還抵針 我覺得股票市場也是這樣 可是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股票市場已經下跌15%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開始進場 那我不要用單筆的去抓低點 我股票的部分 我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這是過去統計的 只要一年下跌15%之後 隔一年定期定額的效果如何 看一下 股票6個月就4.3%了 然後一年既然可以達到9.1% 所以如果債券的低點好抓 因為聯準會每天都在 直接公布答案對不對 股票的低點不好抓 我在下跌15%以後 開始定期定額 這個效果當然很多人說 那我不要管這個 我就一直定期定額可不可以 然後每年1月這樣子定期定額 還是有落差 還是算報酬 但是差一點 對 所以如果我把兩個策略 加起來如何 我把兩個策略加起來如何 我相信整個效果會更好 兩個給它合併在一起的策略 對 其實我覺得要敲對一個正確 什麼最好的實點很難 每次人說到買在絕對底部很困難 我們就只能買在相對底部 定期定額是一個滿適合 投資人可以進場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抓不到最低點 但你可以分批開始佈局 特別在去年跌了這麼多之後 今年有這麼多的一個題材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全球的龍頭企業 又該怎麼佈局 對 因為我該 為什麼我先Cue出來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如果我現在在選的話 一定要能夠高度 跟著景氣一起成長 而且它也能夠 Dominay的這種能力的 在這當中其實也不要太多 我們就把幾個區塊 特別跟大家講 很快的帶一下 第一個 無形資產 譬如說品牌效益 專利等等 台積電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們也講 但有沒有想過迪士尼 你有沒有想過迪士尼 你說沒有啊 迪士尼不就是迪士尼樂園 不啊 看電影 看漫畫 小朋友 從小你就放所有的卡通給他看 全部是迪士尼 生活周遭都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無形資產很巨大 很可怕 是每個人的夢想 但不要小看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不是只有迪士尼樂園 還有你生活周遭所有跟教育 娛樂有關的都有迪士尼 看到迪士尼就會笑 隨便 然後內褲 迪士尼有米老鼠 我們不想知道這一塊 口罩 口罩可以吧 迪士尼 另外一個就是有有效規模的 你看這個發音要發得很好 不然會被人罵 就是更混蛋 不是 是 ASMOL 不是ASMOL 這個發音要很正確 就是我們做DUV EUV的 這全世界只有這麼一家 另外一個是具備成本優勢 你看像豐田汽車也好 雀巢也好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的規模經濟 帶得非常非常好 另外一個大家也知道 像亞馬遜跟Google 他們的網路效益 還有最近 大家不是在聊Chat GPT嗎 Google現在要急急直追 這當中的一個網路效益 還有一個就是很難轉換的 比如說你使用蘋果手機的人 你使用微軟的人 其實很難轉換 尤其是這個Office軟體 到現在還在Office軟體 而且現在變成 你好像每個月付錢 包括蘋果的也是 所以在選擇 這個企業的部分 我自己是特別偏好 希望大家在選的時候 你盡量選這一方面的 這些龍頭的公司 這些都是大咖有名的公司 股票跟債券 大家買起來都覺得比較放心 比較不會有問題 當然剛才我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多買一點債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升息到底了 債券的低點是確定的 未來債券的報酬8%到10%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掌握得住 但是隨著景氣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的股票的比重一定要越來越高 對不對 因為後面 這個景氣真的上來 搞不好還走降息循環 那這時候股票的威力要上來 可是我們一般在做平衡式的投資的時候 大部分聽到 比如說固定6比4有沒有 股票6 債券4 他就一直維持這個比例 可是實際上不應該這樣 那當然小弟我 其實也在頂尖大學 頂大 我們叫頂大 頂大聯盟 頂大聯盟 我其實也是 有這個聯盟 你不是那個頂大聯盟 有啊 頂大聯盟 我也是財經所擔任助理教授 只是是兼任的 我們也會教這個CAPM 對不對 我們會教這個CAPM 其實我們就會談這個 股债的投資組合 可是我們不會去討論動態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在實務操作上有一點難度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可是假設說今天有 你能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對你的投資報酬率會很有防止 人性就是貪心 常忘記你本來要這個平衡的比例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全部投資股票 而且投資百大企業 在這個地方你的波動率會下降 對不對 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在景氣蕭條的時候 你的股票要少一點 債券要多一點 然後你看 在景氣平穩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股票要開始慢慢增加 股票不會增加 對 然後債券的部分 稍微降一些些 但到你景氣很強的時候 實際上這時候債券 其實只要一些些就好 所以現在難操作 你剛好介於這個中間 對 現在就在這兒 這個未來我覺得在景氣變化的過程中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調整的機制 非常非常地重要 一般人比較難調整 有時候就要交給專家來幫忙調整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檔 平衡型基金它的特色是什麼 實際上當然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想要去聚焦全球龍頭企業 然後我又想要避開這些所謂的 其實我覺得這點滿好的 因為垃圾債 大家說誰會買垃圾債 大家很愛買的 高收益債就是垃圾債 對 你知道上次垃圾車來 我太太就把我推出去 真的 太太這個 沒有智慧的 所以不要投資垃圾債 這一個 然後另外你又能靈活調整 其實不容易 但我最近在看就是 發現有一檔基金叫做 元大全球優質龍頭平衡基金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它是全球的 第二個它投資的是 優質的大型的企業 更重要的事情是平衡 平衡就是股債都有 當然你要平衡 就我剛才講 如果你是死的 就我永遠是六四 其實這個不行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透過投資這個平衡基金 然後你又不要投資這種 就是非投資等級 重點是什麼 最佳的配置比例 隨著景氣的循環來帶動 打著燈籠都不容易找得到 像我這麼優質 然後再講出來的這一檔 元大全球優質龍頭平衡基金 OK 謝謝陳彥 OK 我們今天謝謝現場所有的來賓 股市不變的就是 什麼都在變 擦乾眼淚 不要什麼被巴菲特給騙了 我們今天應該是更加了解 巴菲特他思想的核心 那麼股市操作就是要非常的靈活 股債也要平衡來配置 希望這堂可以給大家更多的啟發 也祝福大家下個禮拜操作一切平安 拜拜 拜拜